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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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過公子 且慢 請幫我和雲姑娘倒杯茶吧 公子 請坐 無序多禮 請坐 這茶 聞著像是半塔嫩雅 公子竟食得這香野小弟的茶 卻是我第二次飲這茶 游妓當年 智友生辰大雁生 他替我掙扎 笑談說 此生別無所求 有欺女在盼 有過命在身 想來 這智友對公子十分重要 我本以為此生 再也無緣喝到這個茶了 姑娘難道不好奇 我那位智友叫什麼名字嗎 不知姓聖名誰 她姓 緣 女人 姑娘 我再去後廚 吹吹那幾道小菜 緣姑娘 別來無恙 即使衝著我來的 就不必見著旁人了吧 我 這道是 你這招遺花皆末 甚是高明 但是你 这么朵朵藏藏 终究不是上策 只要能活下去 便是赏上策 五年前的三万将士 他们也想活下去 五年前的事与我何干 我不过就是个妓子 连条狗都不如 为什么就是不肯放哭 不是不肯 而是不能 愿有头债有主 殿王殿下找错人了 蝼蚁尚且偷生 你想自保 这当然没有问题 勾携偷生之日 可不止我一个吧 带王爷先走 王爷 活下去 你说得不错 那您这般高靠在上的指责我 岂不可笑 可笑也好 勾活也罢 该讨的公道 我一定要讨回来 若袁承明有缘 我一样会替他讨回公道 还有你的母亲赵氏 我也会替你找回 好 那我告诉你 我父亲 一生中有 岂会叛国 是有人拿我和娘的命要挟他 皇爷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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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想 我 我不想 岳翔岳 有毒 王爷 你先走 手中岳翔岳的尸体 别碰 他的血 是 我先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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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夫 别杀我 我是大夫 给你治病的大夫 别杀我 我 气血翻涌 似是中的催情之狼 今落之中多有瘀血 像是陈年旧伤留下的病肝 这小秦宫的妈妈也太不识人了 年老四摔又伤得这么重 她还用药比你皆可 来 你先闻闻这个 它可以减轻你身上的燥热 对睡眠也有注意的 我这药丸 可以生津降噪 滋阴补气 正对你的症状 吃了吧 命是自己的 不想要算了 你 算你运气好 遇见我这么好的人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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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疑神疑鬼 这下放心了 来 吃 脱去中医 我帮你试针 怎么不脱啊 是客人能看 大夫都不能看了 那你把我当客人好了 来来 给你试针了 我 我 你 你稍微 忍一下 别动啊 我 我会清点的 好 好 好 我 可能会有些疼 你稍微忍一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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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炷香的时间 就可以起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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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颗 好 好 好 我去找王爷 你按这个药方 吃上半个月 就会有效果的 你这一身的老伤 下雨落雪时 是不是会骨节疼痛啊 平常 可要多注意保暖 珍眼处可能会有些疼 但是明天就好了 你要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可以去花巷找我 松韵姐姐知道我的住处 王爷 属下来指 想不得 本王家人长得像一个小官 刚才出去那人说的 我去杀了他 回来 王爷 刺客 全服毒自尽了 死尸 咱们找了袁承鸣这么多年 竟是突然有了线索 而这个线索的指向点 居然埋伏了死尸 奇怪的是王爷走后 他们并没有追击 反而是一门心思 想夺云小月的尸体 想去我清明的不是死尸 而是云小月身上的毒 而是云小月身上的毒 刚才王爷不让我们碰云小月的尸体 难道他身上的毒 可以通过血液传染 那是否只要知道他为何中毒 就可以找到新的线索 罢了 小贵府吧 那云小月的尸体 放着 让京兆尹好生排查一下 这两日小秦宫出入的人 京兆尹查比我们查方便 还有 好好搜一搜 云小月的房间 看看有什么线索 是 刚才那位女大夫 救了本王的面 她到了真实时候 她究竟是真医者还是剧中人 还需好好查一查 志摩 这件事交给你去办 菊莉 你怎么站这儿睡着了 小姐 你终于回来了 你就一直站在这儿 不是小姐让我一直站在这儿不动吗 傻孩子 能动了能动了 走吧 太好了 我一直站着不动 我找不着你 没事了 没事了 我快急死了 坐好了啊 你们家小姐我呀 要给你看一个好东西 看这是什么 这是银瓶 小姐 你这出积一趟 还有人送钱 咱们有钱了 送钱了 小姐 你怎么还点着这个痣啊 我刚才忘擦了 不行的 我去大嘴给你擦一下 你这磕腹脂 万一磕了我怎么办啊 磕腹脂 磕腹脂 你是我相公吗 赏孩子 那我给你打水 你洗住一下 你太累了 你慢点 慢点 慢点 好 今夜真是不太平 你没想走 你估计 你就叫我 你别乱来 你不温 我 你不可以 我 是中毒 这下手够狠的 连他都不放过 这石头领起来还挺轻松的嘛 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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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以 我的冰好了 你受伤了吗 我不是探图你的相吗 我是在救你 我 我是在救你 啊 啊 跟着报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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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内 有人敲门 快去快去 来了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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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你们是 慕哲华住在这儿吗 大人 我 我就是慕哲华 行 跟我们走一趟吧 驾 我给我凭什么抓人 我们又没有犯事 昨夜 小秦宫发生了命案 所有去过那的人 都要接受审问 没事 别担心别担心 我就是去配合查案 问个话就回来了 啊 小姐 那你一个人个天没有小心啊 哦 公门断案 一定会公正 清白 对吧 我很快回来 啊 放心 好 好 王爷体内的毒素 已经压制住了 暂无大碍了 有劳赵院士了 昨夜睡得甚好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香囊之功 这香囊 除了有常用的檀香之外 还加上了丁香 石昌蒲和龙脑 不仅能凝心静气 还有助眠之效啊 王爷 尽可放心使用 好 你还是个举人 是 大人 还真是个读书人 你一个女子 大晚上去小秦宫做事 回大人的话 我是去小秦宫出诊的 小秦宫的送运姑娘 可以为我作证 把事情前后交代清楚 若无可疑之处 本官自然不会为难你 昨夜大约虚实 小秦宫的送运姑娘 循我去救人 我便收拾了药箱 同她一起去了 从我住的地方 走到小秦宫 大约需要一刻钟的时间 那你可知 经理诊治的云响月姑娘 昨晚中毒身亡 云姑娘 这 她竟然死了 这时机这么巧 是不是你趁机下毒 这花魁年年都血 但你这身子 花魁年年都血 但想越多得偷窥的机会 只有这一次 牟举人 凶手是不是你 大人明鉴 我离家远行 也是为了进京赶考 此番也是我第一次到定京来 而且雨云姑娘 我们只有昨日一面之缘 无冤无仇 我没有理由害她 那你可曾 见过什么可疑之人 听到什么可疑之事 那种地方我怎么敢 乱看乱听啊 要不是为了救人 我怎么会去那种地方 赵院士 本王这儿有一个药方 你看看 好 妙啊 妙 这行医之人 用药十分大胆 用药的剂量把握得极准啊 少一分无用 多一分伤身啊 王爷 您 这是遇到神医了 我得知 微臣 告辞了 这么看来 这药方 还颇有当年太医院的手段 就是那些 没能救回皇叔的母妃 后来统统被砍头的庸医 臣儿 你遇事 总是那么容易偏激 医者 就该胆大心细 若是畏首畏尾 下一些不痛不痒的药 小病还行 冯上大病 又该如何 好 小姐 小姐吓死我了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特怕他们对你大行伺候 不会的 你们家小姐我 好歹也是个见官不贵的举人 他们不会轻易对我用刑的 只是把我叫去 问了问话而已 放心吧 那就行 小姐 小姐 来 快吃点东西去去煤气 这定精的猪脚面特别好吃 跟咱们怀州的味不一样 来 快尝尝 怎么了小姐 今日从阳门出来 你就不对劲了 我是在想 这云享月 就算是在青楼 也是拼尽全力地努力求活 可最后 连个葫芦都没求成 小姐 你真见过她呀 嗯 她好苦啊 那小姐 你是不是知道那花魁是谁杀的 我跟你说啊 嗯 举丽 刚才 问什么来着 哦 小姐 你告诉我 到底谁杀的花魁 你扶耳过来 嗯 天哪 天哪不能说出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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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丽 你歇会吧 不行 俊丽要保护小姐的 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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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姑娘 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有个病人要见你 你是谁 我们小姐凭什么跟你走 举丽 这回应该没事 我准备好了 咱们走吧 不行小姐 你带我去吧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我力气大 有我在你会安全一点 行 那你听话 好 我跟着你 你不关心去哪里 不管去哪儿 只要有病人 我都会去 你也不关心病人是谁 有衣无类 你这不怕是陷阱吗 我身无分文 手无寸铁 你要图谋不轨 早就下手 来看看 你 你真没什么想问我的 就算我有想问的 你也不会回答我 走吧 好虚 走 啊 哦 橘烈 那你在这儿等我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 你是何时知道本王的身份的 回王爷的话 昨晚上就知道了 本王是哪里露出了破绽 为王爷的话 其一 是王爷手上的茧子 王爷的茧子 在虎口和掌心 这是常年用枪 刀 弓箭 才会留下的痕迹 王爷的指节有力 茧子虽在 但 但明显变薄了 显然曾经武艺高超 可久已不亮了 其二 王爷背上伤疤猙獰 可见曾经深可见骨 却又欲和良好 只留下一条极浅的痕迹 非剩药难有此效 能用这么好的药 必然身份尊贵 其三 王爷身上穿的衣服不合身 显然不是您自己的 而真正属于您的衣服 只有 只有 只有什么 泄库 泄库 你接着说 王爷的泄库所用面料是贡品 乃江南绸缎庄所出 能用者屈指可数 还有您身上的熏香 是千金难买的加罗香 南朝起阵 可安神阵痛 综合 综合以上四点 这全天下 只有一人可满足 这么说 你早就认出本王的身份 故意在本王面前 演戏 小人贪生怕死 只想蒙混过去 想来 想来帝王殿下 心存仁厚 是不会对一个心地善良的大夫 赶尽杀绝的 好一个贪生怕死心地善良的大夫 你为何不加上一句 巧舌如簧 胆大包天呢 你既然装作没认出本王 那为何 经赵尹问你话的时候 你却故意隐瞒了 在柴房见到本王一事 小人斗胆猜测 经赵尹问话的时候 王爷的人 一定会在暗处看着 如果小人说 当日遇到了一个受伤的男子 一则 小金公必查不出此人 小人百口莫辩 二则 只怕小人还未说出下句 王爷的人 却会在暗处出手 杀了小人 而且小人不说 王爷的人 也定然明白 小人已经认出了王爷 同样 同样会惹来杀人之祸 所以你回来之后 便假意对你的小丫鬟说 你知道凶手是谁 是啊 为了知道凶手是谁 王爷的人 肯定不会当场去杀了小人 那等小人见了王爷 小人便能有一线生计 你为何觉得本王见了你 便能饶过一命 死马当活马医 小人这条小命 虽然不值钱 但总归 是要搏一搏的吗 那你如此聪明 何不猜猜 能不能活过今日 王 王爷昨日没有杀小人 小人便知道 王爷定是宅心仁厚 小人 小人为人很老实的 初入小秦宫 无非也是为了混口饭吃 王爷出手边疆多年 醉之民生极苦 定能理解小人的不义 你这番话片片经兆尹还可以 想要糊弄本王 没那么容易吧 小人句句属实 绝无糊弄之意 小人看王爷的面色 好像比昨日好上几分 许是小人的药 还是有点用处的 王爷要是不嫌弃的话 小人愿为王爷 效全马之劳 全马之劳 你可知道 一旦与本王扯上关系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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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压谈中学 可以暂缓王爷的可喘胸痛 再服饮和谷学 便能暂缓王爷线下的不是 你倒是一者人心 也不在乎世俗之间 昨日在柴房 小人要是在意这些俗事 那恐怕王爷今日 许是没有力气再省小人 传说中多志如虎 孤傲如狼 坚忍如虎的定王 不料金长得如此短长 你在想什么 小人 小人什么也没想 不要在本王面前耍花枪 小心掉脑袋 小人在想 王爷 生得真好看 小小人 小人 有眼无珠 有嘴画舌 生了一副老实模样 心眼却不上 那是王爷不了解小人 以后自然就知道了 小人可是一个 表里如一的老实人 心眼虽然是多了点 但是心定 是顶好的 随便往来 哦 所以你还会突破 我会吓死他回籠口 回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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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